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辯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是不是因為熬夜的關係 然後會讓免疫系統整個下降 先從大人這個邏輯來看看 待會兒再來探討小孩 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的確會變嚴重 因為免疫力下降防禦力就降低 亞洲病的細菌自然就長驅直入 這是合理的 對 但是他不會因為熬夜 而有亞洲病 他應該是潛伏在裡面 是的 超明星講得非常的正確 就是他不會無中生有 對 您一定要有 亞洲病這個因子 平常就在嘴巴裡面 原本就有了 原本就有了 對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 真的天不實地不利又人不合 就爆發起來 對 那今年 多少麻將又輸錢 又上書 又亞洲病又輸錢 今年衰爆 這是一個警訓 不會啦 他會痞疾太來好不好 你放心啦 我跟你媽 對 那小孩會有亞洲病嗎 我想 臨床上當然小孩 小朋友是可以有 亞洲病的 不過那個機率是非常非常低 對 就是學術報告當然還是有 但是機率很低 比例很少 我想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們會用另外一個字眼 叫做 牙齦發炎 對 嚴重的牙齦發炎 對 因為要有牙齒 它有可能有牙周病嘛 對 對 對 沒有長牙是不可能的啦 對 那乳牙的話 因為它比較短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堆積的 那麼兇 那可能稍微這幾天沒有好好刷 牙肉腫起來 那小朋友的會比較好解決 通常大概就趕快用個牙線 牙刷 趕快做個結牙的動作 對 那一到兩天 其實應該很快就可以降下來 那可以擦些什麼嗎 其實擦的東西其實都是處在表面 所以它沒有辦法深入到組織裡面 對 所以我想表面的清潔 食物屑屑殘渣 清潔掉是最好的方法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說在恐嚇大家 曾經我爸爸去醫牙周病 我就站在旁邊 從頭看到尾 嚇到我從此乖乖找完刷牙 真的嗎 為什麼 牙周病它是一個治療起來 你在旁邊看到會觸目驚心的 牙齒拔掉之後 有的如果它感染比較深 它是牙根在感染 所以有的它也要預算是牙根腐嗅掉了 然後它牙齒拔掉牙肉割開 然後再從牙根去刮 把你的細菌要 然後腐蝕掉的那個牙根 要把它刮乾淨 然後如果你刮多了 牙根不夠的時候還要補牙粉 然後再去釘釘子 你才能慢慢再建立起 我跟你講很麻煩很恐怖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做清潔 不過黃醫師 熬夜 剛剛講打完講熬夜 那免疫系統會下降的話 有沒有什麼症狀 我們常常講 有些人常常有感覺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熬夜之後 或者是我今天這個 晚太累了 然後隔天我就感冒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那一定是我昨天得到這個感冒 可是我們又常常在跟大家講說 其實病毒都有潛伏期 所以有時候就 不是啦 你是兩三天前得到 奇怪 可是我明明熬夜的是昨天 我今天不舒服 那你又跟我說是兩三天前的病毒 到底這中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講 其實呢 我們周遭常常很多病毒啊 細菌啊 都已經在我們身邊走來走去 伺機而動 比如說三天前呢 我跟文華聊過天 結果他感冒病毒傳給我 可是我因為抵抗力很好 這個病毒在我身上 沒有辦法發作 然後今天就被我的抵抗力殺死掉了 但是呢他在我身上 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 剛好我那一天就熬夜 本來還打成平手的 結果因為 因為這個時候 愧不成菌了 愧不成菌了 就隔天我就開始 就不舒服了 就感冒了 所以說這兩件事情 大家要分開來 不要說你熬夜 就怪前一天打麻將那個人 可能是兩三天前 別人傳給你的 可是那個是你自己熬夜 造成你免疫力下降的問題 那所以我熬夜的時候 我真的特別補充 維他命C啊 綜合維他命啊 這些會可以增加它的抵抗力 比如說邊打麻將到半夜 邊吃維他命C啊 會不會有效呢 通常都是來不及 沒有 他怕精神霸出 來不及 妳好另類喔 人家是克瓜子 克什麼你是克維他命C 但是黃醫師說來不及耶 通常是來不及 只是尿尿變很黃而已啦 當下沒辦法 維他命C就是尿尿 就會變很黃 那你就是過年前約好了 明明就是你愛打麻將好不好 那還有一個常常碰到的 就是泡枕有沒有 泡枕就是想說是 我也要隔天泡枕就跑出來 那泡枕那個病毒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了 它就不是別人傳給你 它一直都在你身上 它是你的好朋友 常常就出來提醒你 要睡覺要睡覺 你如果免疫力不好 它就發病給你看 對 告訴你說你該休息了 對 泡枕 頭暈目眩 精神無力打採 無精打採 然後身體有一天好像虛胖水腫 這個都是你熬夜 免疫力下降的一些狀況 對 對不對 對 但是對小孩會不會影響的 這個程度更嚴重 小孩也會這樣嗎 老師 對 其實如果說過年 或放什麼寒暑假常熬夜的話 那是非常非常嚴重 美國對一堆士兵做過一個研究 為什麼是士兵呢 因為士兵的日常生活的作息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對 好 它讓一群士兵去熬夜一天而已 就一個晚上 熬夜一天 結果他們的經濟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 對 就是這個 差了一半耶 對 差了一半 然後他就去測說 同樣一個字串 或同樣一個故事 然後你隔了一天以後 因為你熬夜這件事情 結果記憶力下降了一半 那熬夜 結果發現對記憶力這件事情 發現說 你只要熬夜一天以上的 他就會成 也就是熬夜一天忘記一半 再來就剩下百分之二十五 再來就剩下百分之十二 所以侯超免應該不認識我們了吧 就失憶了 你應該失憶了吧 所以王老師 我想知道 像這樣的記憶力下降 如果說對讀書的孩子來講 是不是也是 如果要過年也想要念書 又開始考試了 所以我不承認 我不反對我們在 對啊 那個注意力跟記憶力的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都是因為那些日常生活的 那個作息非常非常的溫亂 對 然後造成一開始的時候 學校老師都反映說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他常遺忘東西 甚至開學的時候 遺忘書包 鉛筆盒 連自己的鞋子都穿一隻回家的 對 都有這樣子的那個現象 那如果過年連著那個 那個開學的時間越緊的 孩子開學的時候的狀況 就會越糟糕 所以最晚最晚還是 要幾點前上床睡覺比較好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我們應該從孩子的 那個發展裡面來講 孩子的生活作息 應該從放假前 多久以前就開始調 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好了 他如果要上學的前一個禮拜 完全是不可以熬夜的 就十點左右上床 對 就原本的時間 原本的時間 可是過年真的很難耶 是啊 但是如果過年的時候 他的熬夜的密集度 就是然後一天 兩天 三天呢 都一直這樣連續的話 後面可能花個一個月都不回家 我如果熬一休一 熬一休一 對嗎 好難喔 就是熬一天 然後接休息一下 我們以前醫生值班就是這樣 對 可是文華 我兒子沒有辦法 他就會連續熬嗎 他國中的時候 就你知道 拚命打電動 可以對著那個螢幕 坐在那裡四個小時不動 這麼厲害 要知道四個小時不上廁所 可以 對 然後就是 然後那四天完之後呢 就腰骨全部都痠痛 叫我帶他去推拿 小朋友推拿 對 那我想說會不會傷到雞嘴啊 長時間打電動真的是很不好 那所謂的長時間 各位認為是多長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還有嗎 一個小時吧 長時間在復健醫學的領域裡面的話 就是三十分鐘 文華說對了 所以你們看看讓孩子玩了多長的電動 對 如果你玩三十分鐘 超過連續三天 每天都是超過三十分鐘的不休息 就會造成一些脊椎上面的 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遊樂園順勢刺激 有精神的孩子動得到嗎 那你玩什麼呢 我玩 Hotel Tower 蛤 那個自由落體啊 太誇張了啦 有些孩子呢 三個半規管很強壯的 他就可以很快的適應這些 那有些比較弱的呢 他可能就轉一轉就暈了 但是你常常做 就像是拳擊選手嘛 常常被人家捶 常常被人家捶 他其實看起來好好的 對 老了你就知道了嘛